诚服很深的女人往往会这样做事,别不知道。 社会生活复杂多样,人也是复杂多样的,有诚服深的,也有坦坦荡荡的,每个人都对诚服深的人感到后怕,而生活中,诚服越深的女人往往会做这些事,错不了,笑容常在,却让人看不到底,淡淡地微笑,有着如同阳光般的魔力,能够给予振奋人心的力量。 但现实中,有一类女人,也许独处的时候,是面无表情的,只要一语人交流,总是为雨仙微笑,并借助微笑的目光,将你上下审视打量一番,而后,要么极尽温柔,却三言两语结束谈话,要么追根究底。 千方百计的套近乎,这样笑容,初次相见,会觉得十分温暖,可一旦长期交往,就能感受到,实在是太假了,看似热情实则心机,心机的女人, 最擅长于杀人于无形,即使给了你重重一击,也不会让旁人看出异常来。 电视剧《情深深与萌萌》里的如萍,便是一个心机的女人,她是陆家所有孩子中最愿与一萍来往的人,看似是最热情和贴心的, 实则,她是最有心机的,和陆家的其他几个孩子相比,如萍显然更难对付。 比如,她总是喜欢在一萍面前,无意间透露自己与何书恒之间的亲密关系。 她也常常抓住各种机会,向何书还表白,将自己摆在一个不求回应的位置上,让何书还觉得既感激又亏欠,从来不表现自己难过的一面。 作为一个正常人,喜怒哀乐是生活中的调料,有各种心情是很正常的,能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倒是没有什么不正常。 恰好,有一种人,从来不会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出来自己难过的一面,总是自己一个人憋着。 这种女人在外面,脸上从来都是一副微笑,从容的表情,而且说话做事都是那么的好听,这种人短期内可以获得人心。 但是日子久了,就会暴露出来,就可以看透她的为人,喜欢左右别人的决定。 甄嬛传中,当甄嬛和曹秦末联手对付华妃,导致华妃被皇上降位后,甄嬛对已被皇上封为香瓶的曹秦末说道,华妃需要有人出面将其扳倒,姐姐正得其时,暗示曹秦末,皇上虽然内心想处置华妃,但碍于情面,不想做得太绝。 这时有人能帮皇上一把,就会受到皇上的信任和倚重,谁知,曹秦末这个喜欢隔岸观火的精明人,却在听信了甄嬛的话后,向皇上进言要尽快除掉华妃。 这直接造成皇上和太后对她分外戒备,最终暗中处置了曹,如此看来,甄嬛是个做事手段非常隐蔽的女人,会在三言两语中左右别人的决定,事后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喜欢刷存在感。 称赋深的女人,最是喜欢刷存在感,生怕别人认不到她,她总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尤其是在上级面前。 开会的时候,只要上级在场,她就会表现得非常积极,总是不给别人发言的机会,只顾着自己一个人说,当同事之间遇到难处理的问题时,即使是她不擅长的领域问题。 她也会自告奋勇地跑去给别人出主意,就算别人跟她说那样做不对,她也还是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总之,只要是能够表现自己的地方,她总会插手管闲事,而且还必须是轰轰烈烈的人,最好所有人都知道,她又帮忙处理了一件大事,善于思考,成辅深的人,善于控制情绪,善于思考,能保持理智把控大局。 兰姆说,你可以从别人那里汲取某些思想,但必须用你自己的方式加以思考,在你的母子里,筑成你思想的杀刑。 越是有城府的女人,于是越不会冲动,不会轻易入对方的圈套,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擅长扮猪吃老虎,做事先谋而后动,不会冲动之下,做出不合理的事情,城府深的女人,会克制情绪,努力思考问题,架桥铺路,让事情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平时总爱示弱,但大敌当前,不可避让之时,可火力全开,有势不可当的气势,过分强调个人利益。 城府深的女人,可能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权益。 她们在婚姻中,可能会过度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而忽视了夫妻间的平等与相互支持。 男人往往更倾向于追求互助和共同成长,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会使他们感到被忽视和不被重视,从而引发矛盾和不满情绪,善于与所有人都叫好,酒会或是聚餐上,公愁交错,欢声笑语。 好似整个宴会,她是宴会的女主,光环闪亮,到处搭讪,游离在人群,笑脸相迎,看见谁都是一副古道心肠。 这真的是因为她交友能力好吗?人们都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吗? 其实不然,这样天下皆是好朋友的态度,会遭受厌弃,都说朋友不再多,真心就好,流言蜚语毫不在乎。 生活中避免不了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流言蜚语,那些对这些流言蜚语毫不在乎,当作空气。 那么我想说,这样的女人才值得人们去赞扬,因为她们懂得爱惜自己保护自己,可这样的女人往往都是城府深的女人,不是有一句俗话,甚至正不怕影子歪,也只有沉得住气,将来可以成大事,才能够成大气,才会是人生的赢家,经常把自己放在弱势群体,人都有怜悯之心。 看到弱小的人总会忍不住想要伸手去帮她一把,那些城府很深的女人,就总是利用这一点来将自己放到弱势群体的行列中来博取男人的怜爱之心。 可很多男人偏偏为了展现自己男人强大的一面,都会去选择那些看起来柔弱的女子,女人往往都会把自己最柔弱的一面展现给自己最爱的人,而那些总是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的女人。 他们的目的一定不单纯,善于推卸责任,城府很深的女人,很善于推卸责任,他们平时表现得很单纯,像是什么事都不知道似的,一到该负责任的时候,就立马会变个脸,然后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不想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一般不喜欢去参与某件事,这样的到时候就可以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城府很深的女人,心机很重,因为他们不参与,所以到时候一句话就把责任扯清了,他们一遇到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很会推卸责任,这也是他们最容易原形毕露的时候,暗地里却不择手段,如果一个女人平时阳光正面,但暗地里却会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时,那你就需要留心了。 这种充满胜负欲的女人,往往会为了一时得失而出卖身边的人,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利用身边的人力、物力,甚至违背自己的原则和德行,但即使如此。 他们依然会在众人面前维护好自己积极阳光的正面形象,伪君子这个词不但针对男人,对这种女人也同样适用,异性面前她永远最柔弱,没有人是天生的就该被人照顾,帮助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看个人意愿的。 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本分,但生活中总有这样的女人,异性面前永远都是最柔弱的样子,明明同为女人,她总一副很脆弱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受了什么委屈,话很少,所谓,或从口出,并从口入。 他们深谙为人处事的这点小小原则。 只有少说话,不得罪人,尤其在说话方面与人不发生口角冲突,方能很好的与人相处,一般这样的女人在人群是非常讨喜,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她们其实是很难相信别人的,所以会营造这种假象,让人感觉她人很是老实,她很值得信任,经常利用别人,利用是令人伤心的。 因为她对你所做的行为,所说的话,都并非出于自己的真心情意,也并非由于自己对你的爱,只是出于利用,可以说,一切都是她伪装出的一场盛大的谎言,这不够令人感到心碎和悲伤吗? 一个表面看起来单纯的女人,假如能够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到处利用别人对自己的真心和爱意,这样的女人,既是情感杀手,也是伤人戾气,会装无辜装可怜,有些人会因为女人无辜可怜的样子,而对她抱以同情心,其实,这只是她的一种手段罢了,让别人以为她很无辜可怜,就会因为保护欲而帮她忙,即使有些忙很过分,也要尽量满足她,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别人的手段, 同情心来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这样的女人,不会因为别人的帮忙而感激,还可能会为了利益,趁机给别人一击,从来不随便发表自己的看法,一般来说,那些性格大大咧咧的直肠子,心里藏不住事情,有什么想法,都会不经大脑思考,脱口而出的人,一定不是心有诚服的,而那些从来不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即使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的有所不同,也不会直接反驳的女人, 他们都是心有诚服,很懂得明哲保身的,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与人交往的时候,千万要学会去分辨真单纯和诚服身,避免自己落入温柔陷阱之中,被算计了都不自知, 同时,无论男女都应该有些诚服,学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然了,人活一世,需要有诚服一些,却也要心思单纯一点,不能事事都算计别人,只为给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关系特别人,诚几点诺服对 Seven Baby